嗨,大家好,我是娜娜 今天我们继续聊聊宗教话中的圣经故事 最为人熟悉的宗教话应该就是最后的晚餐吧 那么在最后的那一夜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和门徒们共用最后一次晚餐的时候 耶稣已经知道自己要回到神那里去了 在餐桌上他预言 你们中的一人将出卖我 门徒们不安且困惑 纷纷询问耶稣,是我吗 参毙,耶稣从席上起身 脱了外衣,拿起一条布束在腰上 开始洗门徒们的脚 并用腰间的布擦干 当他来到彼得面前时 彼得对他说 主啊,你洗我的脚吗 耶稣回他说 我所做的你现在不理解 以后就会明白 耶稣告诉他们 洗过澡的人除了脚以外 没有需要洗的 它是完全干净的 你们是干净的 但不是每个人都干净 耶稣带彼得、约翰和雅各 来到耶路撒冷城外的克西玛尼园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要祷告 免得陷入试探 然后在距离他们一时远的地方 跪下祷告 有天使从天上向他显现 加添他的力量 耶稣在极大的痛苦中 祷告更加恳切 祷告完了 他起身来到门徒身边 看见他们都睡着了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睡觉呢 起来祷告 免得陷入试探 而此时 犹大带着士兵来了 我们刚刚看到的画 有十五世纪晚期 意大利画家罗科·罗伯蒂的 最后的晚餐 基兰达奥与圣马可修道院 所绘的诗壁画 米开朗奇罗曾是他的学徒 这幅耶稣为门徒洗脚 由维尼斯三杰之一的 Dintolito所作 他擅长运用透视法与光影 来营造画面的张力 在维尼斯三杰之前 乔瓦尼·贝比尼 是水城最璀璨的艺术明星 这幅他的早期作品 果园里的i-tone 已将他细致 生动的绘画特点表达出来 其实 这幅画他借鉴了解夫曼特尼亚的 同名作品 很多学者将曼特尼亚看作是 北意大利的第一位文艺复兴画家 他下很大力气研究透视法 并进行各种尝试 以创造出更生动且震撼的视觉效果 曼特尼亚也是位很有成就的雕塑家 我们很容易从他的绘画作品中 发现这个秘密 尤大跟士兵们听下信号 他去清水 那个人便是耶稣 士兵们忧上钱拿住耶稣 彼得急了 掏出刀子挥向大祭司的仆人 割掉了他的耳朵 这幅试壁画也是Angelico 于十五世纪会与圣马可修道院 以上是今天的分享 下次我们继续讲后面发生的故事 谢谢你的时间 我们下次再见